高雄市左云区新上国小在寒假前有一项很特别的作业 就是让学生设计和彩绘兔子铺满 并且与邻近的购物商场合作 将300个学生的作品放到大厅的一楼展示 不仅要让民众感受到浓浓的新春氛围 也借此展现学生的创意和美感 每个兔子造型的铺满 就好像穿着美丽的花卉外衣 用色风格都不太一样 与购物商场的造景搭配下显得格外亮眼 这是左云区新上国小300位学生首绘的花卉彩兔 一支支都有孩子们的设计巧思 对于能够将自己的作品放到购物商场展出 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画了这个兔子的时候很有成就感 这是我的兔子 它是粉红色的 它的名字叫做爱花兔 我会用粉红色是因为粉红色看起来甜蜜又幸福 觉得很有成就感 一开始拿上这只兔子的时候 它是空白的 所以我完全没有想法 可是等到我开始涂上底色的时候 然后还有刘老师给我一点一点的建议 然后把这只兔子变得五彩兵分 很有成就感 第一次画展翻到百货工作上面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寒假前的作业 我们跟临近的购物广场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让孩子体验到就是说服务社区 然后把自己的创作在社区里面来做一个展出 刚好购物广场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提案 大家一起来合作 一夜结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出 欣赏国小与百货业者合作在一楼大厅举办新春特展 校长王燕妍表示 学校长期推动美学素养 这次以花卉的盛宴为主题 让学生用压克力颜料进行创作 从拿到兔子的素胚到设计 上色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成为最好的艺术产展体验 我们学校一直推广美感教育 那么不只是只有绘画或者是演奏而已 让孩子们在生活里面实践 他们的一个创作的技能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这是美感教育最大最成功最可贵的地方 孩子们学习到配色 学习到构图 学习到彩绘的技巧 那么另外的他们都很珍贵的 把这样子一个应景的过年的设计 融入跟实践在生活里面 这是他们所学到最棒的一个礼物 不同于以往在商场内 看到传统花灯的呈现 这次购物商场与林静的新上国小合作 不仅是要让民众感受到浓浓的新春氛围 也期盼能够借此展现孩童的创意和美感 让学区的购物商场增添更多童趣